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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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 現在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喜 李宗盛 阿德 那現在來帶各位來到這個地方 是高雄的岩層區 這邊有一家高雄人 也就是我表哥他推薦我一定要 來吃的鴨肉 蒸的鴨肉 現在就在我身後 鴨肉蒸 那這個地方呢 是位於高雄的五湖路跟七弦路 的交叉路口這裡 他每到了用餐時段的時候 就是人滿為患 可以看一下他店裡面的客人 非常的多 而且現在要排隊喔 那現在我身旁的這位呢就是我的表哥 表哥表哥 請問一下那個 他們這邊要吃什麼東西比較好吃 鴨肉飯還有下水湯 下水湯是比較 當地人推薦的對不對 對對對 我們當地人喔 當地人推薦說 鴨肉飯跟下水湯 我們等一下來吃吃看 那我現在要來吃吃看 我先吃吃看簡單一點的 鴨肉米血 鴨肉米血 跟一般的米血 其實差不多 鴨肉米血跟一般的米血 我覺得他們的那個 鴨肉飯很特別 因為他是有放一些豬肉的滷肉 然後滷肉呢再加上幾片鴨肉在上面 鴨滷肉飯 滷肉飯的部分非常的香非常的入味 然後 鴨肉很嫩 因為原本我表哥他要帶我來吃這家的時候啊 我是極力反對 因為鴨肉給我的刻板印象就很殘疑 他這家很嫩 而且很香耶 很好吃很好吃 很好吃 而且 吃得到鴨肉的香味以外 他還有本身的鴨肉的油脂 咬下去有一種炸開 那個油香味好香喔 他那個乳肉飯其實 跟那個 鴨肉的部分組合起來 其實是搭的天衣無縫 他就是吃完之後你的嘴巴嘴唇 會黏黏的那一種 膠質有煮出來的那種乳肉飯 而且 因為他的肥肉的比例比較高 他是滷肉飯加上鴨肉 比較喜歡吃油一點的話 你可以吃這一家 他真的是把膠質滷得很成功 因為每一口都會吃得到膠質 那感覺黏黏的滑順的口感 非常的好吃 好吃這種東西是一個感受 大家真的要自己來體驗看看 吃吃看 那我們就要開心用餐 大概用完餐之後呢 我們再去下一家吧 吃飽啦 那現在帶各位來到這一間呢 叫做高鹹綠豆湯大王 連蘭西美都很愛吃的一家店 那他們的紅豆薏仁牛奶湯 他是讓我當兵有動力 期待放假機 預防我刺殺的一碗好甜湯 因為我當兵的時候覺得很累 曾經有想過我想要親身的念頭 但是這一家就是阻止了我自己 因為我覺得說我如果死了之後 我就吃不到了 所以呢我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 就是為了更美好的這一碗甜湯 但是我吃完之後就屌咧 而且他的紅豆跟藝人都非常的綿密 外面別家的藝人可能會讓你覺得說 有顆粒感啊不好吃 但是他煮得非常的軟爛 而且晶瑩剔透很滑順的感覺 非常的好吃喔 而且他的紅豆湯裡面啊 其實有加一點點花豆 喝到那個紅豆湯的時候 會有那個沙沙的口感會很香 然後入口入喉的瞬間 他那個牛奶搭配的恰到好處 不會讓你覺得說太甜或太膩 因為他那個牛奶部分 剛好中和那個糖水的甜膩的感覺 所以非常的好喝 而且很香很濃很純 每一口都有豆香味跟奶香 姐姐喝的這一碗呢是綠豆湯 他的綠豆比較特別是 感覺他的綠豆好像有炒過 所以綠豆有一個淡淡的焦香 你會覺得說 焦糖焦糖的感覺很香 加牛奶的味道更是香濃 所以大家如果有來高雄的話 一定要來這邊吃一下 只有真的好吃的東西 你才有辦法講解出這些味道 因為我很希望你們知道說 這個味道的感覺是怎樣 就是入口的時候 那個沙沙的口感很厲害 很厲害 一定要來吃吃看喔 你如果不喜歡吃藝人的人 你來這一家你會改觀 你如果不喜歡吃紅豆或綠豆的人 你來這一家你會覺得 你的想法太強了 那現在呢帶各位來到這個地方呢 是位於高雄的美麗島捷運站的一號出口喔 那一號出口附近呢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兩家店 第一間呢就在出口的旁邊 它就叫做咕咕叫 走 跟著阿達帶你去吧 一號出口出來之後 那家店就在那邊 這個藍色招牌 這個 這個咕咕叫吐司 有沒有看到就是這一間店 這間店 非常近吧 現在呢帶各位來到這裡呢 就是咕咕 咕嚕叫 因為他改名字叫咕嚕叫了 以前叫咕咕叫 後來改名叫咕嚕叫 咕嚕叫吐司 他也是做宵夜場的 現在這裡變得好漂亮喔 還有一台燦車 以前沒有 然後呢 這裡我們就來吃個宵夜囉 YA 那我的蛋餅 謝謝 我們的蛋餅來啦 這樣 一個是脆皮燒肉 一個是蜜汁雞的 最好吃的招牌就是脆皮燒肉 然後它 它其實那個酥酥脆的皮阿 有點像是鍋貼的那個底 很脆很脆很脆的感覺 就是有加了太白水的那種感覺 煎出來的 所以酥酥脆的感覺特別的好吃 而且它中間就是有塗一些美乃滋阿 然後它的燒肉很香 醃漬的很好吃 整個搭配起來口感很有層次 它滋下去的一瞬間 煸奶滋炸開 加上肉醃漬的香味 整個嗆上來 有一種感受到中秋節的感覺 因為它的燒肉阿 就很像中秋節我們自己烤的那種肉 那種感覺 他們家的番茄醬 是用那個梅子做的 所以你沾它番茄醬的時候 有梅子粉的味道 真的是一個很完美的搭配 而且這家店是宵夜限定的 哇 我買到這個老江紅茶牛奶啦 那它這間店呢 很特別的是它是24小時的 所以你不管是外地人還是本地人 你什麼時候要吃 什麼時候肚子餓 什麼時候來都有喔 它的紅茶牛奶阿 通常我們的想法是紅茶加牛奶 就是奶茶嘛 它的還有一個咖啡的味道 它是用咖啡紅茶做的 所以你會覺得說 它的味道阿 跟別人的比較不一樣 它的味道就是會多了一個咖啡的風味 很香喔 哇 有沒有看到這美麗的捷運站阿 這裡就是高雄最漂亮的捷運站 美麗島捷運站 喜歡今天影片的朋友 請記得按讚訂閱追蹤分享 我要洗力喝朋友 I'm your best friend Henry 我們下次再見囉 有相關好吃的美食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或者是今天推薦給各位的這四個美食 你喜歡哪一個也可以在影片下方跟我說 掰掰 今天影片中這件漂亮的衣服 還有早上那件灰色的衣服 都是這個廠商贊助我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 在資訊欄裡面有連結 大家也可以點擊進去做購買喔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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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